第十八课 科技与世界 课文一 王静给孙岳推荐一本书 上次女儿问我 飞机是怎么起飞和降落的 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她现在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 孩子眼中的世界是美丽和奇特的 有一本书叫《新十万个为什么》 现在卖得非常火 书里的内容都是儿童想知道的科学知识 相信你女儿一定喜欢读 难道她和我们小时候看的《十万个为什么》不一样吗? 作者是谁呀? 作者的名字我没记住 《新十万个为什么》的内容更新 介绍了各种科学知识 包括地球、动物、植物、交通、科学技术、社会和文化等很多方面 太好了 不过她这么小 不过她是否能读懂 放心吧 这本书的语言简单易懂 一定能增长孩子的科学知识 生读 一遇到不明白的问题 可以马上在网上查找答案 几秒钟就把问题解决了 这比我们上学的时候方便多了 现在的人们 尤其是大学生 开始普遍使用电脑 他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脑 据调查 70%的人遇到问题时 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网找答案 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使学生们的学习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 不过天天对着电脑看 眼睛实在受不了 不仅是学习方式 而且连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 喜欢在网上写日记 他们说这样可以让朋友 及时了解自己的生活 这个办法不错 既能方便大家的交流 还能节约用纸保护环境 但是如果别人都能看到我的日记的话 多不安全啊 放心吧 可以给网上的日记加密码 那样只有得到了允许 别人才能看到 生词 秒 方式 受不了 日记 安全 密码 允许 课文三 王静和孙岳在聊关于梦的情况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 梦到自己正在一座桥上走 走着走着 突然开过来一辆车 非常危险 接着又梦见我跳到车上 跟警察一起抓住了一个坏人 奇怪 你怎么总能记住自己做了什么梦 我好像从来没做过梦 每个人都会做梦 区别只是有多有少 有的人睡醒之后还记得梦里的事情 有的人却记不清楚了 你之所以觉得从来没做过梦 只不过是忘记了 你说的有道理 我一般都是一觉睡到天亮 很多人认为 做梦是上天要告诉他们 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可能上天不想让我知道吧 一般晚上睡觉时 身体感觉到什么 人就容易梦到什么内容 记得有一次 我晚饭吃得太咸 那天晚上就梦见自己 到处找商店买矿泉水 很多人都试着对梦进行解释 有些人甚至专门写过这方面的书 可惜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科学的说法 生词 生词 瞧 危险 接着 警察 抓 闲 矿泉水 课文四 现在手机不但价格降低了 而且作用也越来越大 打电话发短信 已经成了人们普遍使用的联系方法 除此以外 你还可以用它来听音乐 看电影 阅读 玩游戏 付款购物等 这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举一个例子 迷路时 只要用手机地图查一下地址 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去那个地点 现在的手机 更像是一部可以拿在手中的电脑 现代人的生活 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 生词 付款 举 迷路 地址 地点 课文五 二十一世纪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 以前坐船需要几个月 现在乘坐飞机不过十几个小时 原来寄信需要好几天 现在连邮局都不用去 只要在家里上网发个电子邮件 用不了一分钟 远处的朋友就能收到 比写信封用的时间都短 以前 外地的新闻要几天后才能知道 现在 只要打开网站 任何信息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所以 现在人们都把地球叫做地球村 生词 事迹 邮局 收 信封 网站 信息 jornal 队 roy 感谢观看